在多倫多附近的賓頓市 近日發生蓄意傷人和性騷擾事件 疑犯最初在汽車裡面 搭散在行人路上的一名女子 但她沒有理會並步行離開 疑犯一路開車尾鎚 並在到達一座住宅大廈後落車追上她 兩人展開對話後疑犯一路轉身離開 但其後又突然回頭攻擊受害人 並在事後開車逃離現場 3 4 5 9 7